今天我要试试并讲解这些催奶食品 我并没有卖产品,完全是以消费者的角度去尝试这些产品 如果你刚好想要了解关于这些产品,看我这个video就没错了 哈喽,我是莉莉 不久前我才发布过一个把市面上的催奶产品分为两种类的食品 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一些人是很好奇 某些产品到底有没有效或者味道怎么样 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没有散卖的 一买就是买一大包回来 有效就还好啦 万一没有效,还有一大堆要等着你解决 至少你也会想要知道它的味道大概怎么样才敢购买,对不对? 因为至少你知道它的味道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还可以慢慢把它们吃完也不会太难受啊 今天就由我来帮你们试味道 这些产品除了其中一两样之外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出钱买的 出现在我这个video里面的产品不代表我推荐它们 我在这里试吃也不代表我认同还是否认它的催奶效果 首先我要先准备一下草米茶 因为这些是需要泡15到20分钟才能喝的 草米茶是属于间接性帮助奶量的产品 反正你看到他们产品广告里面说补气补血之类的字 就是属于因为补气血间接有帮助奶量的效果 草米茶我一共买了三个不同的牌子 第一个就是鱼人生的 它这个一盒里面有15包 它里面的成分会比较多中药的成分 因为它除了白米、糙米、红米之外 它还有这个红枣、黄芹、党参、当归、王不流行 它会比较多中药的成分在里面 第二个是无麻麻的草米茶 这个有三个口味 所以我这里这个是原味的 它这个有比较小的包装就是这样子 一包有10个茶包 这个跟鱼人生的比较起来呢 它的成分就比较简单 你看这个原味的里面就只是不同的米在里面而已 比较简单 第三个就是一饼中医院的草米茶 这个的包装长这个样子 好麻烦 我还要找一个罐子来把它装起来 这个的成分也是比较简单 它有草米、黑米、还有橙提式 这三种草米茶我先泡着 先试吃其他的 再回来试这个 已经超过20分钟了 我是录到最后录这个部分 然后我把它切过来 放在这里 现在试喝草米茶 这个Thor的杯里面装的是 那个鱼人生的草米茶 有米味 然后中药味很重 它喝下去了 然后嘴巴里面有那股甜甜酸酸 它不是真是那个直接的甜味 是你吞咽的时候 它有那种甜味冲上来甜甜 然后过后又变成酸酸样子的味道了 我觉得那个药材抢了那个米的风头 好现在这一个Wonder Woman的杯 这个就是无麻麻的草米茶 这个嗅到味道很香 这个好喝 很顺喝下去是很舒服 可以取代白开水来喝的感觉 很香 它没有那股中药的味道 如果你是好像我这样子 是很少接触中药的 不习惯这些中药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你会比较喜欢这个无麻麻的草米茶 最后来试这个就是一品中医院的草米茶 这个是没有茶包的 不懂是不是我自己加进去太多的关系 它的味道比较浓 也是有少少带酸 可能是因为它有陈皮的关系 这个的米的味道很香 也是这个比较浓厚 这个比较清顺的感觉 如果这三种 三个不同牌子的草米茶 你问我哪一个比较好喝 我的个人口味啦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无麻麻的草米茶 这个是原味的 味道不会太重 刚刚好 接下来要试的就是古粮 古粮我也是买了三个不同的牌子的 第一个就是广告打得很雄的multi grains 这个一大包的价钱 接近马币一百块 幸好有妈咪愿意分享几包 让我试 我才不必要买一大包 这个甜菜跟红色的multi grains 香香的甜甜的味道 不会很甜 不会不好喝 就是如果你是喝惯了mulod 或者那些3-in-1的那些 燕麦片之类的饮料 你会觉得这些古粮不够甜的 可是其实它没有那么甜也是好 这样子会比较健康 曾经广告打得很凶的 紫薯古粮 我不敢买 因为一搜索 就出现一大堆开罐割麻的 它一直强调是正品 我不懂啦 这样子强调感觉很吃地 无银三百两咯 因为我真的不懂得分辨真假 所以我直接放弃 不要买这个牌子 而是去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 紫薯古粮 同样是紫薯古粮 它们选用的材料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古粮就是古粮 古粮本来就有间接性帮助奶量的效果 从来就不是单靠古粮饮料里面的某个特定材料 就好像你吃优格这样子 无论它是芒果口味 Strawberry口味还是原味 乳酪就是乳酪 这个价钱跟另外那个广告打得很凶 那个是差很远下 这个比较香耶 它也不会说很甜 可是它比较香 那个味道 我喜欢这个味道 我买的第三个古粮牌子是这个 为什么我会买它呢 第一是因为之前我搜索加奶古粮的时候 它有出现自称有吹奶效果 虽然我是没有看到它有打到很凶的广告 我会买它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我买了一个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紫色的 所以第三个我就只好买一个青色的来试试看比较 这红色那个是因为它里面有添加这个甜菜根 然后紫色这个就是紫薯 然后这个青色就是avocado 嗅上来也是 嗅嗅那个味道也是很香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好喝 紫色和青色这两个味道都很好喝 反而是这个multi grains的味道会 没有那么浓的香味 三个都同样不甜的 有微微的甜味而已 因为它不甜 这个嘴巴里面你喝下去的 那个香浓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这一类产品的吹奶效果 是因为间接性有帮助奶量 骨粮无论是甜菜根是紫薯还是avocado 骨粮里面本身有很多的穀物 有铁质有蛋白质都是有帮助增加奶量的 而且蛋白质加上丰富的纤维都可以有帮助耐饱度 妈咪不会因为肚子饿而缺乏体力 也是间接帮助奶量的一个效果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买骨粮来喝 会有加奶的效果 一般上是因为他原本的饮食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喝了骨粮填补了他缺乏的营养 所以会有效果 而另外一些妈咪喝了骨粮 完全看不到加奶的效果 通常就是因为他本来的日常饮食 已经很健康很均衡 他的奶量不足的因素 不是因为饮食造成的 才会看不到效果 接下来我要试试这一些 第一个就是SWS的铜奶茶 这个我要赞一下他们的客服Sharon 她很用心 其他的产品当我PM去询问 有没有试用包Trial Pack的时候 他们回答了没有 然后对话就到此为止了 而这位Sharon在回答了没有试用包之后 还会关心一下为什么我会询问 也会关心我的奶量如何 知道我要做这个video之后 她愿意提供几包让我试喝 这个铜奶茶是属于特地为哺乳妈妈而配置的产品 基本上它是以中医学的角度去配置的 中医学的角度是气血通顺 奶量就会通顺 奶量通顺就会多奶 我没有研究中医学 所以我就不置评了 效果我相信同样也是引人而异的 所以我只是适合了形容味道 所以它这个的材料也是中药那一些材料来的 所以它有档生 有白桶草 顽固流行 还有红枣 你嗅到味道是很重的那个 药材味 因为我很少接触药材 我不确定这个是什么味道 粉粉的口感 是通常的关系吗 这个味道应该是档生的味道吧 我不确定应该是 轻微的甜味跟那些 那些古粮的甜味差不多不会很甜 那个药材味嗅到是很明显 可是喝下去又不大觉得 喝下去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粉粉的感觉 下一个就是mama 这个是孕妇和哺乳妈妈都可以食用的 所以不完全算是特地为哺乳妈妈配置 它里面有帮助奶量的成分应该是羊奶 羊奶有蛋白质嘛 然后它里面还有加入椰枣还有黑质 黑质 黑质是加奶的食品之一 为了讲解 我还特地去买了一支黑质油回来呢 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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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国有些妈咪是直接买黑质油 这样子的黑质油回来混合其他饮料或者食物来使用的 虽然也是有些人就这样子把它直接滴进嘴里面来使用 但是它的味道是挺重的 所以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也听说啦 直接接触到皮肤的话可能会造成皮肤敏感 所以好像我这一类有Eczema的人是真的要很小心 现在这个MOMA我希望喝了不会有什么过敏反应吧 奶味很重 它也是不是很甜 当你适应了那个奶味 就是好像我这样子不喜欢奶味重的人 喝多几口适应了那个奶味其实还好 当做chocolate drink来喝 chocolate milk样子来喝 是ok的 下一个就是有名人代言的台湾产品 农村香的妈妈茶 这个我经常看到有人打广告 可是我都没有去留意它是怎样的 是粉啊还是什么 所以当我收到这个Corea来的时候呢 搁着那个快递袋子 我按到它这样子不逆不逆的手感 我真的想不到这个到底是我买的东西之中的哪一样东西 那我也是网购很多东西了 ok 原来它是液体状的 很特别咯 所以它可以这样子整个包装袋子 浸在水中加热2-3分钟 或者直接倒入杯子 然后再加100ml的热水 我还是用加热水的方法好了 这个的材料也是偏向中医学的角度 它是属于特地为哺乳妈妈配置的产品 然后它的包装也是有写清除 我手指这个位置 它也是有写清除 滑孕中乳腺毒涩还有精气是不宜食用的 这个嗅上去就是好像那些龙眼水样子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是我今天喝的这些催奶产品之中最甜的那一个 有那个甘草味 甘草味很明显 甘草那种味道你一吃下去 然后它好像往你壁腔那边冲上去那种甜甜的味道 很明显的那个味道 不会难喝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味道啦 因为它不像那些龙眼水的味道 它不像那些龙眼水的味道 龙眼水那些是好喝的味道嘛 这个是比较OK啦 这个是OK啦 说真的啦 这三种的味道都不能当作一种你喝来享受的饮料 骨粮至少可以当早餐喝 所以这些饮料呢 我觉得啦 我是不会说下午嘴巴羊的时候 跑去冲一包来喝那种 不是这样的东西 嗯 真是那些妈咪真是有目的才妈来喝的 最后就是这个了 二胶膏 某个牌子也是自称可以吹奶的效果 广告打得很凶 可是我搜索其他牌子的二胶膏 大部分都没有所有吹奶的效果 我看了看二胶膏的功效 它是有补气补血帮助体力之类的作用 所以是可以把它归类为间接性 有帮助奶量的产品 那个自称可以吹奶的牌子 因为它没有trial pack 没有试用包 所以我就去买了其他有试用包的牌子 纯粹是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而已 有点好像那种辣肠那一类的味道 有点苦苦的 有点甜甜的 中秋节有一种月饼 那个叫什么了 五人月饼 好像那一种感觉 粘牙 然后很多东西在里面咬 好像有那些什么来的 是红枣吗 枸杞之类的 不会难吃 它没有那种很过分重的味道 今天喝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真的够了今天 就一天内吃了那么多 所有吹奶效果的产品 对于这个 正在重新秘乳中的人来说 会不会今晚爆奶呢 不可能的是 如果有那么简单 就不会那么多妈咪 追奶追得半死啦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